各位觀眾大家好,唱商王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中國的4月 愛貿數字 非常精彩 這件事一直想和大家討論 但沒有時間,因為新聞太多 所以今天時間和大家討論 我們看到 老美的情況 其實也有增長 增長了2.4% 但對歐盟出後 就跌了1.5% 我們看到 東盟是 第一大的貿易夥伴 我們和東盟的 貿易總值 達到2.18萬億 人民幣 按年增長很厲害 8.5% 佔我們國家的 外貿總值 15.8%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 訂閱港理台和帶去上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喂,A君 這件事真的不錯 數字 連出口4月也這麼厲害 今年4月 我們中央對新興市場 進出口也更好 甚至乎 對著歐美兩個傳統市場 都由原本跌 變成增長 對美國就增長 對歐盟就跌了 對歐盟跌了 沒錯 為什麼呢 歐洲經濟增長差 所以出入口也差 老美真的不是太頑皮 但是想不到 對老美的出入口增長 2.幾% 多於他本身的經濟增長 代表什麼呢 更加進一步依賴中央 當然 我們沒有中間商的剝削 直接入口老美 大家知道抖音也好 特木 還有蘇 這些牌子 幸好幫助老美 如果老美的通脹 應該說高度 就真的大家難以上像 是不是這樣 A君 總之有些東西幫到手 還有出口那邊 佔了出口2.08萬億 增長5.1% 進口1.5萬億 增長12.2% 其實進口多 一般來說 都可以全釋為 就是本地經濟OK 才會進口增長 所以又是一巴掛 中央消費不行 消費不行就不會進口那麼多 可以說 無論出口和入口都那麼厲害 我們也看看貨物分類 出口那邊 原來出口比較多 就是船舖 電動車 還有一些工程機械 甚至是體育用品 最可怕的 真是亮眼 這個船舖增長了多少%呢 108.4% 好驚人 神經病 不過這裏都可以說 我們做船業已經超過了世界一半 還有我們經常提到 拿下了 最難拿的三樣東西 包括了航空母艦 郵輪 還有 LNG的船 我們拿到很多張大單 當然船舖 非常之重要 電動車也很厲害 電動車28.3% 哇 好厲害 怪不得被老美針對 真的 這個同比增長 嚇到人不過都不奇怪 我們去年就在這裡 開始全世界認識了 最近看到的新聞 就是 有些美國的造車企業的大佬 就去到我們北京車展看 他就曾經跟大家說 他說 喂 我開過十幾部汽車 老美玩完了 原來 不思進取 終於知道了 他說他們是不思進取 老美說的補貼那些東西 完全是錯的 而是整體來說 性價比非常之高 你不要補貼那麼多車企 還有你靠高關稅 靠那個制裁 去令到貨物 不可以入口到你美國那裏 還有現在說 要加徵100%關稅 那你說 有什麼意思呢 你就只會令到自己 和世界脫節 是不是 是啊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中央的車廠 和全世界的發展 成熟國家 都有點不同 就是 你會發現 成熟市場的車廠 是很集中的 市場的 但是中央是很分散的 這件事也是 另一邊做證到 你說補貼 補貼這麼多間嗎 不是吧 所以又是一巴掌去擊破了 另外一件事 連這個體育用品 都出口得很厲害 增長13% 但是我想說一說工程機械 為什麼要說工程機械呢 以前我們不是入口多嗎 大家知道嗎 沒錯 你在日本 在德國入口 這個是 機械等等 是啊 沒錯 因為大型機器 當然是用西國的機器 大家都說 包括我們之前說的核磁共振機 也是一樣 為什麼現在工程機械 反而我們的出口這麼厲害 增長了16.2% 這一點是不是代表中國的工業系統 完全完善了呢 由製造工業的工業機器開始 這一點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知道 滑隧道的盾機 那個是中國搖來先的 全世界都沒有跟他相比 現在機場廳又突破了 我們的醫療設備又突破了 這些工程機械很重要 尤其是你要做基建 剛才你君提醒我 有一宗東西的 就是那一宗 480米的高鐵橋 你君你講一下 沒錯 你等一下就講 我們講講這個機械 其實可以說 是機械製造業的媽媽 沒錯 因為有工程才能搞定 所以以前可以說 那些西人 他們覺得工業沒有了不要緊 有這個東西 我依然是賺錢 中央曾經被它捏得很厲害 可以說 辛苦的下游 我們就做了 然後就給了幾家公司 去賺錢 但是這個狀況 已經開始扭轉了 現在是大扭轉了 大家知道現在 德國的工業完全不行 以及以前 運很多這些 所謂的工程機械來到中國 他們都要鎖機的 不讓你拆的 你一拆就告訴你 你違約 接著要維修 你看我有空 我就幫你維修 如果我沒有空 我就不幫你維修 這些就是最嚴重的狀況 還有 我們看到工程機械 不知道會不會包括光黑機呢 你君 這樣就不知道 但是 一般來說 這些工程機械 其實以前 西人世界 現在可以扭轉 局面 都真的可以說 我們的工業水平 已經是去到精準 甚至乎 已經是去到 吃了 最有 profit 那一層 沒錯 我就覺得 找到俄羅賓 真的比較多些 老實說 沒有俄羅賓 都沒有我們 沒有這麼高的出口比率 大家知道 如果俄羅賓不用我們 用哪個國家呢 是不是 對了 記住俄羅賓的母艦 都是要我們去幫他維修的 那當然 難道找到老美 老美 可能出去扔進去 沒錯 看體育用品 剛才有提過 增長13% 為什麼突然 剛才說了很多 船樸 電動車 工程 那些就好像叫做科技 含量高一些 或者起碼都是工程界 這個呢 體育用品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是為了 一般的 沒有那麼高的技術 都可以受惠到 可以說 今次這個數字 無論是尖端新的 這些電動車 以至呢 是做這個 辛苦錢的 這個船樸 以至呢 在工程界裏面的 工程機械 連體育用品 一般人 都能進入市場 都是增長得快 而其中一個 更加值得提的 就是奧運會 和歐洲盃 這些商機 都被拿了 當然 大哥 你不用中國製造 難道你用老美製造 印度製造 可能踢踢球 做了運動 很多器材突然倒下來了 又或者是壞了 這個很大機會 尤其是足球最重要 當然是中國製造 這個肯定的 羽毛球牌也是 各方各面 都是中國製造的 非常堅抽的 所以呢 又適逢今年 今年 接下來呢 就奧運 在法國舉行 沒錯 當然是一個出口 非常之堅 好啦 那入口表面又怎樣呢 A君 提醒一下 那個義烏 我們知道製造很多 剛才所說的 叫做一般大眾 都可以入場 去做那些商品 這次呢 受惠於奧運 哇 增長多少呢 45.6% 哇 這是什麼數字 46.5% 神經病 哇 真的完全不行 哇 嚇死我啊 哇 二烏果然是一流啊 世界的出口中心啊 現在更加在體育育民那裡 大放異彩 哇 可想而知 我們各方各面的工業體系 真是完全一流啊 這次來說呢 我們就看到 除了奧運之外 還有歐洲杯 大家知道 沒錯 這些商機 真的完全碰到 想為中國 幾時都懂得掌握時機的 是不是這樣啊 A君 打給你 阿Sir 除了這樣之外呢 二烏呢 相信還有一批大訂單 什麼大訂單啊 還有什麼大訂單呢 就是老美選舉啊 喂 我剛剛想到 我也是這樣說 絕對是 哇 老美選舉那裡更加需要中國製造 要不然他怎麼行啊 他哪個國家生產啊 難道他在墨西哥嗎 墨西哥哪有這麼快 靚正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大家知道 燈神會考慮去禁止中國汽車 加100%關上 但是二烏那些他不會禁止的 禁止了之後 怎麼選啊 大哥 燈神禁止了之後 燈神會禁止的 這個基本上是板上訂定的 我做節目的時候 其實已經看到他 預備已經開始了 可能對光復那號 就稍微留情少 但是不是留情的 不過我覺得他 就是傻了 你其實應該擁抱中國 和中國在一起 為什麼建立了這麼久的關係 大家互相合作這麼多年了 你現在竟然跟我說 喂 你要高關稅 要制裁我又去少演高場 你只是送錢給其他國家用而已 是不是這樣說啊 送錢給其他國家用呢 固然啊 不過我最怕 他送錢給其他國家 原來那個國家 都是中國的廠去做 是 這個完全是 中國老闆在那裡開廠 中國老闆在那裡開廠 這個是真的 中國出口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有關我們的稅務問題 以及各方各面的 我們要請人 我們有很多工作 是需要人手去幫忙的 我們要看一件事 很多人說我們的央企 和國營企業 是霸了太大的市場 但是這次我們看到 民營企業的 出入口 其實 佔的量都非常之大 百分比也很大 對不對 這次民營企業 佔了一個非常之亮麗的數字 甚至乎可以說 這次民營企業 都叫做 總是達到 54.6% 去年同期 提升了2.5% 外商投資的企業 數量 亦都增加了1.2% 喂 不是外資走光了嗎 為什麼現在外商投資的企業 數量增加了1.2% 就是外商投資的數字 老美是走了 但是得過增加了很多 老美就一向自己 當作是代表全世界國家 這些就是 頭小小辦代表 我們是增加了 你走啊 去去去去 儘快走 不要理你 A君剛才跟我說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 太多話說 很多問題要請教A君 是嗎 不要敢說 還有一件事 我們一帶一路 做得非常好 西方又說 債務陷阱 諸如此類 但是今年又多厲害 又增加了 這個一帶一路 完善的國家 進出後 有6.54萬億 6.54萬億 其實整體上高的增長都很厲害 增長了6.4% 6.4% 而且這個基本上 都不是一個旺季 四月份通常不是旺季 大家知道 差不多五六月之後 就是旺季 因為你過了復節的假期 不過前四個月 也不算旺季 因為一二月是過年 所以也不算是旺季 接下來才是旺季 基本上 五六月的時候就開始了 尤其是六月份 我們要準備聖誕指的大單 但是現在這樣全年都來 好像情況 已經改變了 我們看看 現在我們增長6.4% 但是佔出口的總值 是47.4% 同比也是微微的增長 就是0.3% 其中對東盟的進出口 就2.18萬億 增長8點 同期對歐盟 美國、韓國、日本 分別進出口 就1.75萬億 這麼少 為什麼對一大陸這麼厲害 6.54萬億 對1.75萬億 就1.47萬億 以及7,287億 以及7,030.5億 歐盟、美國、韓國、日本 這幾個不同的經濟體 合共估計 就是佔了33.7% 有些 大家就知道 例如大雞圓 那些媒體就說 中國出口很不行 現在的比重出口 美國和歐盟 這些所謂的G7的國家 其實是少了很多的 那為什麼要去到全球這麼多的國家呢? 為什麼呢? 我想請教你 啊? 當然是 我們一向都說 要diversify 自己的市場 因為過分集中在歐美 第一 就容易被人捏 例如老美 無端端見你厲害的時候 搞一下關稅 就耍你 還有些什麼? 你們兩個正在衰落 你們是一個衰落中的市場 那我幹嘛要賺一個 夠錢越來越縮的一個老闆啊? 還有 我們搞一帶一路 是大家互通又無 把你的貨品離去我那裏 我的貨品去那裏 降低那個運輸成本 現在我們見到那個效能啊 是啊 所以就是一帶一路佔著47.4% 比歐盟 老美 日本和韓國 四個加起來 還要多 你們四個加起來 是33.7% 即是多了差不多 差不多 三成那裏 47.4%對33.7% 多了十幾個聲 多了三成 你的基數是33% 換句話 我們已經是成功地 打造了既有成熟市場 亦都是有新興市場的一個Portfolio 老美 你有沒有那麼健康啊? 沒有 還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再說一下 就是對拉美洲 拉丁美洲 非洲 還有中亞五角 這些新興市場的增速 都很厲害啊 喂 11.7% 7.7% 以及17.9% 哇 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 老美哪個全球化呢? 老美玩的什麼呢? 我們G7玩完 再不是我們G20玩完 其他你生產 那就搞定了 完全不關我的事 其他國家要怎麼發展呢? 不用的 他們是我們的僕人來的嘛 專門幫我們製造就行了 要怎麼搞什麼出口呢? 去哪裏有錢的 現在發覺到 原來不是這麼說的 這支歌仔的唱法 完全不同了 對不對 值得提到 就是這個中亞五角 那個增長呢 差不多成17.9% 這個呢 多得呢 就是和俄羅斯 越來越朋友 俄羅斯呢 其實呢 某程度上呢 都當中亞五角呢 就是它一些衛星角 又或者是一些 一定要抱著一些國家 甚至乎呢 我們呢 和中亞五角呢 談了一大一路呢 談了很久呢 其實呢 都搞不定 那俄羅斯爆發了 這個衝突之後呢 就 終於放鬆了 這個呢 中亞五角的一個 給中央去投資 那麼 從此之後呢 中亞五角呢 對我們中央來講呢 那個出入口呢 那個比例呢 就是平衡辦行地上了 那也都是呢 是呀 順道做了 一帶一路的樣子 那樣子呢 那可以說呢 就從這個 一大陸國家 中亞五角 一路呢 伸展到歐亞大陸那裏 那樣的出入口 一路是一直上去 沒錯 還有呢 我們都說 我們沒有用貿易去 就是所謂玩台灣地區 是不是 所以今年對台灣的整體 增長 無論出入口 入口的時候 其實都增長了 分別就增加了 對於在 灣灣入口的 貨品呢 我們增加了5.6% 那我們 出口去到灣灣地區那裏呢 就增長了4.3% 其實 兩岸互相合作 那就最棒了 是不是 遲早統一的啦 那既然是統一 當然是大家互相合作的 所以這張成績單呢 我覺得 非常之厲害 也希望跟大家 就細細地講一下 因為 看到 整體上呢 中國現在整個貿易 已經走出自己 新的一條路 跟以前完全不同的 以前我是知道的 80年度 我也做過貿易 那時候 怎樣呢 你做成衣 貿易 賺到本本本本 但是那時候我打工的 選運 好厲害 現在選什麼運 都沒有人 你怎樣安排化 更加快 沒有人的 港口 還有我們看到 這次很特別的 這次是一個全球性的 一個大的發展 我相信 接下來幾年 都會蓬勃地 一步一步 穩步向前 尤其是 在大陸已經做好了 最重要的幾件事 第一 就是碼頭 第二 就是運輸 是不是 物流方面都搞定了 第三 當然要通訊 水電煤 所有基礎建設 搞定了 那現在貿易還不開始 等什麼時候呢 對不對 是啊 還有我們簽了很多的自由貿易 有很多的零關稅 尤其是剛才提到東盟那裏 是超多零關稅 所以出入口 就是應該有這樣的增長 還有我們的出入口增長 除了我們的portfolio 又剛才所說 高科技的 例如新能源汽車 那些比較是 機械得來的 勞動性的船舖 又或者是 這個工程之母 機械工程 以至呢 就是一般的人 都入得到的 運動用品 都全部有齊 這個portfolio之外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說 對整個 一大陸那些的 關稅等等 都有安排 還有要做到這些 materials的 價格的穩定 是非常之重要 可以看回全世界 但是除了我們中央之外 過去那兩年呢 受俄烏戰爭的影響呢 就令到那個 甚至加上了 巴爾戰爭 那邊呢 令到那個通脹呢 是升得很厲害 以工業國來說呢 可以說中央是小有地 是控制到的通脹 控制到的通脹 控制到的通脹之餘 就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 剛才所說 無論是先進的 新羅的 還是一般人做到的 都跟這個能源有關 我們控制到能源價格 所以變成了我們的生產 就能夠維持到 不用因為能源價格上升了 而被迫調高的價格 甚至乎沒有貨 我們就能夠做到很穩定的供應 就是這樣的 沒錯 還有現在我們在用新能源 包括電力 還有天然氣 最重要的是太陽能 再加上我們的核能 各方各面 其實我們對石油的依賴 已經相對比較少了 但我們也要以防萬一 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我相信 下半年 有一個國家會升得更厲害 不是 有一個經濟體會升得更厲害 你猜你猜是誰 誰呢 當然是我們習主席 去訪問那幾個國家的歐盟 歐洲 阿Sir 我還想提出出口 有些可能還未算 例如電力出口 我們比越南很多 這個不是貿易嘛 所以這個是未算 阿Sir 我已經搞了這個 沒錯 對於電力出口 實在是非常重要 很多專利 現在國家都在用我們國家電力電網 還有我們國家電力的協助 他們要建造他們的電廠 但這些字 全部都是用中文的 你不用中文呢 或者不懂中文呢 你是用不到的 對不起 我們是不會用其他文字的 你看 你在老美買些機器 在歐洲買的機器 一定是用英文 你不用英文 那當然是用我們 用中文 大家明白的 這套系統很厲害 二要領先 世界上 只有唯一一套系統 我覺得這套系統 我要確認你一個字 就是人民 是公民 沒錯 美國的公民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我看了這件事 非常嚴重 馬斯克 你說什麼 你有沒有很便宜 要看以後來 看看內容 咦 好厲害 這件事 又真的 是因為非法移民的問題 是不是 這關交給你講一下 沒錯 這件事 其實就是馬斯克 針對老美共和黨議員 在這個星期 在眾議院通過 這個平等代表法的回應 這個法案要求 老美人口普查當局 會十年普查中 在詢問受訪者的公民身份 共和黨議員 希望確定會州 國會的席位的時候 只是計算美國的公民數量 當然了 你一說到公民 就會想起 咦 美國有很多 挨挨的 非法移民 那些 非法入境者 或者 那些算不算呢 民主黨 當然想入境者 無論什麼方法進來 都算了 所以這次馬斯克 就說明了 嘩 其實我們支持 就是在公民去計算 今年 可能是最後一年 第二天 如果民主黨執政的話 所有人都有得頭 到時就不知道什麼世界了 這樣 兜個圈 去將民主黨軍 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 看到這個法案 平等代表法的法案通過了 其實以後 借你非法移民 可能都可以投票 哈哈哈哈 那你一件事發生了 代表什麼呢 代表以後老美 嘩 你過去那裏 做一個非法移民 其實分分鐘給了一張票 給你 然後你去投美國總統 這樣 怎麼可以的 完全不行的 其實我看到這件事 看到馬斯克在X平台上 就發表他的評論 民主黨一致反對 按照公民身份 來分配眾議院的席位 和選舉人的團票 這個就說明在一起了 民主黨的目標就是透過 盡可能多地引進非法移民 來剝奪美國公民的選舉權 其實之前 我們看到德州 就對這班非法移民 感覺非常難受 甚至要出動到國民警衛軍 去德州邊境 建造一些圍欄 但是這件事當然是 引起天然大波 還有我們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美國崩裂 雖然這部電影是一般的 但我相信如果這樣做下去 以後每一屆總統 我相信對於民主黨來說 機會就大大提升了 會不會這樣呢 A君 哎呦有話想起那部電影 裡面的一幕 就是有條友仔 拿著一枚板板 一聽到你來自香港 就來了 連子巾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A君就不敢說 但肯定是這樣的 就這樣大陸的選民 或者公民的選舉 的一個比率 或者投票的佔比 由非法移民進去 老實說 都令到A君很招頭 因為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我是翌日那些政黨 我就會用盡方法打開大門 然後打開大門之後 就跟每一個人進來的人說 是我給你進來的 嘩這樣 那些政策就真的 很 未必是會對自己的 基礎建築 會是投資這麼多 就會是打開大門 越引得多人進來 就越多選票 對本身在裡面住的人 的投資 可能真的會降低 我講一講 我想經濟學上高 那一句論調 我覺得非常之正 就是劣幣驅逐兩幣 你看看 你這麼多非法移民過來 很多非法移民 我不是說他們的質素是差 但相信 學歷相對來說 都不是太高的 那麼基層的人民 通常都是佔有一個 比較大多數的 他們進來 如果你的政策 不斷對他們私語援助 包括各種不同種族 或者國家的人士 進來美國 但是 你又不需要合法居留 你就可以得到選票了 那麼 我想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 是願意這樣做的 起碼你居住了一定的年期 你才可以得到 那個永久居民的身份 不是一進來 就說你是公民的了 那麼我相信 如果這樣的情況 不斷發生 我想他的邊境 就形同虛設了 以後可能會大開鐘喚 你們隨便進來吧 進來我老美 就完全碰到了 那麼老美 也因為這樣 我預見 如果他的法律 真的這樣定了 如果這次突離譜 就沒有選到 仍然是拜登選賞的話 那就出現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按都按住 老美也因為這樣 就會變成第三世界國家了 A君你覺得會不會發生這件事呢 那麼 是不是變成呢 就不敢說 因為已經是在變緊了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這樣變成 就不知道 無論他都在變緊 因為他一向都不著重 這個一般人的生活 那就是呢 著重質錢給那些 買了 如果是Lobby了 是Lobby 不是買 如果不是方丈 Lobby了選票的政黨 或者財團 所以到最後結果 就是這樣了 當然啦 這個他們國家裏面 就很Rowoff 這樣說 哎呀我們這個移民政策很開放 我們是種族用勞 你呀日本那樣就不對 你呀俄羅賓那樣就不對 你呀俄羅賓那樣就不對 你中央那樣就不對 老實說 那個國家的移民政策 關你事嗎 你自己想一下 你自己為什麼要打開大門 是不是為了選票啊 如果是為了選票的話呢 那我真的可以說 而不是為了國家發展呢 我只可以說 你是 是 劫了 國家利益 而為了自己的選舉 不過 那些所謂民主選舉 是這樣的啦 選舉制度 我一向都不覺得是代表民主 交分給你 這個我完全同意 這些是什麼民主才行的 大哥 你選票 其實到最後 到最後就是金主話事 你被迫選的 明明 哈哈 千萬不要這麼忘記 還有我們見到 美國在2010年時期開始 歐洲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 移民危機啊 其實就是難民危機 當初很多人移民過 歐洲那裏 這次美國就說 為了化維機 為轉機 為我們的政黨謀求福利 但是問題很大 大家千萬要留意 因為你可能要資助一些難民 每一個難民都要吃飯 你非法移民 你還沒找到工作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找到工作 那就要拖下老美的工資 但是他的錢 又不值錢 開始 各方各面都出現了一個 連環爆的問題 既然是這樣 果銷連環算 是啊 沒錯 那就很嚴重 第一 政府開始就大了 很多州政府 可能就是這樣 然後再次地 一個個地破產 到時候真的不用金本位 或者銀本位 你用美元 這張是廢紙 大家都不願意 還有這麼多人過來 你叫我怎麼辦呢 還有 我們知道 前陣子都發現到 原來有很多共和黨州 紅州 把那些難民 非法移民 都沒有說難民 非法移民 送到那些民主黨州 你去那裡 他們會收你 對於這些州份 他就覺得 沒辦法了 我也要收你了 不過有時候都暗瓦底 把那些人送到其他州 送來送去 這些情況 就會令到整個美國 變得非常混亂 這個 說真一句 我們是樂於見到的 對不對 哈哈哈哈 這個疑問 我們的看法大致 大致 要不要跟我們說 老美為了選舉 去到多盡 當然要 這個就是 我們的所謂 產能過剩我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 但是 我們的國家 我們中國 開始說 這件事是為了你選舉 而操弄的 對不對 米軍 沒錯 其實大家都已經 猜都猜到 但是猜不到 這次 出聲的是 人民日報 講到明 是老美大選年 才拋出 中國新能源 產能過剩的言論 甚至乎 也指到明 大選候選人 為了贏到選舉的 重要策略 嘩這一點 真是很罕有 因為 我們中央來說 都很少可以這樣去評論 別人國家的政策 但是沒有辦法 你這次的國家政策 影響到我 也都影響到整個世界 的公平貿易 好像我們中央的媒體 一早都說了 之前 老美所搞的 一些的關稅 世貿已經清楚說 這個是違反這個協定的 好了 這次你再拋這個 也是再一次違反協定的 喂 作為一個世界的公民 這件事當然是看不到眼 要說你的 是你離譜 而老美這種離譜 傻的都知道是為了大選選舉 那這件事沒有辦法 我們中央本來都很少會提這件事 但是你燒到我那一片 還要用一個這麼醜的瑞瑞 那我當然要出聲 出聲那個 就著名中才民的一篇文章 她就說了 老美近期極力圈掩中央所謂新能源的產能過剩論 引發一些國家的跟風炒作 並且指老美企圖聯合盟友推動對中央新能源產業的脫鉤斷鏈 背後目的是透過不公平非市場手段去壓制中央 打壓中央先進製造業和新能源的發展 文章也提到老美炒作中央新能源產能過剩的重要意圖 是扶持本土的產業發展 同時間民主和共和兩黨之前維護傳統能源利益 和推動結淨能源安全兩者之間左搖右擺 其實是令到新能源的企業無所適從才會搞到這麼嚴重 現在搞不定就要用替代高揚 把所有東西都扔進去中央 這些就是老美的做法 以及也說明這次是針對關鍵搖擺州的 因為無論是民主和共和兩黨的選民 在賓夕凡尼亞州和墨西根州的六個搖擺州 是含入膠著的狀態 但是這幾個州分別是鋼鐵、燃油車等等的傳統產業的州份 所以就要把新能源車、鋼電池、光復等去拿選票 這個絕對是 還有我們很值得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叫產能過剩呢? 還有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看到就算是拜登政府裏面 對於一些充電裝 其實他的設備是非常不完善的 這麼多年以來才搞了五到七座島 那是不是可以幫助到整套的結證能源 去建立起來呢?是不可以的 大家知道在突離譜上場的幾年裏面 就說我不玩!我不做! 我完全扔掉它! 現在拜登想來做 想問一下拜登政府 又可以做到多少呢? 那你不斷在鐵壽地區 我們知道什麼叫鐵壽地區 他們的生產已經是老舊到不得了 你又沒有辦法用先進的器材 我們知道 我們國家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企業叫福耀玻璃 就去了美國設廠 大家看到美國工廠的影片 已經說了跟老美的工人一起談合作 是非常之難的 因為美國的工人已經習慣了做什麼? 補貼! 我人工要高! 工會話事! 我們總之就會讓你資本加好售的 喂! 哥仔! 我是給錢給你賺的 希望你大家一起合作 令到工廠可以更加好 錢又賺得更加多 那就自然水漲船高了 但是工會說什麼? 不行! 你工時就一定要不要這麼高 你工資就要給到很高 假期又高 福利又好 最好不用做 我放在那裡 你給錢我搞定 那我在老美那裡開什麼工廠 所以你看到整個鐵壽區 是越來越龐大的 因為沒辦法 我怎麼做生產 又怎麼賺錢 大家看到 現在連馬斯克 不好意思 最近在看資本論 所以經常說馬斯克 馬斯克已經把電池團隊 已經全部解僱了 就說不要了 喂!沒錯啊! 為什麼要解僱呢? 你研究了這麼久 你研究了什麼出來啊?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的寧德時代也好 比亞迪也好 我們的電池研究 真的是遙遙領先的 那為什麼你要做自己研究呢? 你研究來 真是托什麼 還有在美國的工廠那裡 就完全不行了 你不如回到中國那裡 進行生產 這樣才是最理性的 什麼叫產能過剩? 你現在老美的工人就產能過剩 為什麼你還要重視那些工人呢? 因為他們是你的選票 所以現在連 拜登 都要去到 原本不屬於他的地區 但是在一些 所謂的搖擺州那裡去拉票 那麼他的政策 就源源從全 和民主黨的政策 是相違背的 既然是這樣 你說這件事還要怎麼找下去呢? 沒得玩的 包括你說的什麼產能過剩 其實這只是謊言 也都令到 老美的內部經濟社會 也都是矛盾重重 因為一切由政治出發 或者意識問題出發 對持續發展的我們國家 越來越壯大 其實老美的感覺到非常震驚 還有 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容易被取代 但其實我跟老美說 你真的不用怕 因為你已經玩完了 你不如好好地接受 中國的經濟 或者是金融各方面的挖起 你想一下 你怎麼還錢才算 低低地灌不破 不要做 你還是一個大美國主義的美夢 其實現在你把矛盾向外移 是完全沒有用的 因為你這樣 你脫一隻窩出去 其實 你會覺得怎樣 你人民真的會相信你嗎 你出來去到中國走走 你就會發覺 老美說的話 所有都是謊言 什麼是政治正確 我們看到了 老美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尤其是民主黨 上來做一套 共和黨上來 是不是又會撥亂反正 也不是 我做另一套 早知道兩套都在拉腳 我心想 老美快點撕裂好 分成幾個不同的國家 大家開心 加州共和國 德州共和國 都不錯 不要 德州叫德州帝國 我想特離譜 很想說 我可以做帝王 最棒 我就不用選舉了 那是最好的 艾君交給你 說到老美說 我們產能過剩 要說三個項目 要說老美的產能 去到哪裏 這三個很有代表性 首先說第一個 就是我們前兩天都經常看的 音波 飛機 原來音波的主管 開始很發愁 找不到一些似仰的工人 他說似仰的工人 首先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不拍藥 是的 不要入了喜好者 他找不到 找不到 竟然去到這麼底線 真可憐 所以我們前兩天 已經有提過 老美就不用搞到無人機了 把你那些七都七上去 然後無端端飛機翼下來 飛到門下來 擔保可以做到無人機一樣的 攻擊的效果 首先就是飛機業 空了 好了 講完空之後 就要講海了 海那裏又怎樣 海當然要講造船業 你要回顧 老美曾經一段光輝日子 尤其是伊斯大戰期間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 五年裏面 老美製造了一百三十幾艘航母 之後呢 製造了大型航母二十七艘 輕型航母十一艘 和沃航航母一百一十七艘 當時老美的造船業 全世界有多少份額呢 百分之九十以上 百分之八十 多謝 不過 現在 佔全世界的0.7% 即是當年的比例 百分之一以下 好像股票市場 暴跌 由龍頭股變成仙股 那種感覺 A君 我這樣形容 大家同意 大家同意一下 你本來 九十九元 變成一仙 一毫子 九毫子 補业 差不多 脫牌 最後補充 老美製造船業的訂單 是來自軍部only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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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好啦 楓就說了 這個海都說了 說到鹿 鹿有什麼 高鐵 耶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了 現在再詳細說了 他的偉大在哪裡 就是呢 終於老美官宣 是有第一條高鐵 這條高鐵的鐵路 總共是有 488米那麼長的 真 哈哈 我在節目聊過 這件事實在太真 488米 就等同大家 在這個跑場裏面 跑一個圈就400米 最多都不夠100米就搞定了 總共一個運動員跑的時間 需要呢 需要呢 就應該會是 70秒內呢 就應該一定跑得完的了 啊 那在這個 這麼 人跑呢 都要跑70秒以內 跑完的呢 他們需要呢 是起了多少錢呢 10億 10億 10億美子 哈哈哈哈 好了 起了幾年了 至於我們等同大家 這個世界沒有比較 就沒有傷害了 那我們中央呢 是1.3億人仔 就一公里的 那算回老美子來講呢 那就是呢 大概呢 是1.7萬美子 1米 那就用204萬美子 換句話呢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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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肯竟了 they're only 120倍 嗯 很好 但是做了很多年了 一百二十倍 spinning 哇大哥 我不知道可以去多少 去到幾條鐵路呢 好不好 A軍 所以你說老美的東西 真是世界第一的 除了錢還要提 consultation 所謂時間就是金錢 這條高鐵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開始有規劃 1993年 你沒聽錯 是1993年,開始規劃 網絡旁邊的一些年輕的觀眾可能那年是未出生的 好了,我們中央93年是未有高鐵 99年開始起步,現在總共收了4萬5公里 4.5萬公里 平均匯年是187.5萬米 平均匯年是187.5萬米 老美21年收了488米 平均匯年收的是23米 記住是187萬5千米 兌23米 雙距匯年是天文數字 那又不用了,工程進度是120萬分之一 之前超值120倍,現在的時間是120多萬倍 差不多了 我真是很難估計,很難想像 這群黃人還是覺得老美是贏的呢? 其實很明確的 你一個國家沒有你的基礎建設 沒有你的工業產能 你真是想贏都贏不到 況且你看看這條高鐵 只有一截在這裏 有什麼用呢? 你起來做什麼? 牽制嗎? 做博物館? 這就是要提到第三件事 這條高鐵 有一個全世界的高鐵 都比不上的地方 就是一物二用的 是既跑高鐵 亦是可以開車的 開車就掉下去了 是飛車的 其實主要就是這樣 因為上面沒有高鐵 所以我們現在開放出來 是去行車的 不過我們照樣會告訴全世界 這條是高鐵鐵下來的 等一下 第一,我怎麼上橋 第二,我怎麼下橋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要飛上去 接著的時候再飛下來 喂,他們就是這樣站在那裡 你有沒有看到這條橋的樣子 就這樣 我相信他們再努力一點 投入多幾十億下去 收回一個名字 這樣就應該可以了 努力一點 你們大概的速度 是我們的一百二十萬分之一 如果是用這個速度去說 要老美的工程是這樣的 記住 譬如人 就大概 一世人 就二萬六日 這樣 那是一百二十萬分之一 可能 以一個人大概五六世 就應該的時間來的 所以計算一條數 期待到的 你們只要用餘工而生的精神 就 仔又有仔 仔又有仔 黃人的子孫 是應該看得到這條高鐵的 喜好的 哈哈哈 我覺得 我現在把高鐵的路線圖給大家看一看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路線圖 是比較無話可說的 因為實在太堅了 這件事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這條路線圖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高鐵的路線 其實都不是太大的 都不是太長的 那圖圖就是這樣 紅色的部分呢 就是建好了的地方 哈哈哈 就是這樣 為什麼老美會說我們產能過剩 看完老美的產能之後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紅色那條也不是的 紅色那條實在是橫跨太多了 應該只是一個短短的一節 沒有意思 紅色那條是重要的位置 其實呢 我們就 見到這件事 可以見到美國 就真的 遙遙落後了 我想都很難翻身 所以大家就是要好好的選擇 還有老美將會變成一個 屬於真正的移民國家 我們叫做非法移民國家 是很歡迎所有的移民 即是非法的移民 是自由出入美國的 那你進去就可以了 你自動就成為美國公民 那以後你賺到什麼錢呢 就有給老美的了 如果賺不到錢不要緊 你在美國的國內好好地生活 推倒了工資 那就是令到你自己可以在那裏 就賺到更加多的錢 但是只可以在美國裏面洗 那你到時候 吃一碗意大利粉 一碟意大利粉 即是普普通那一隻 我想需要一千美元的 恭喜發財 美子以後一百元只可以當成散子 那一千元就是正常的 甚至會不會變成 你要用十萬元的美子 才能買到雞蛋之類呢 我想這些日子就不會太久 就會發生了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A君交給你 這些金融發展 老美自己想自己 不過很明顯一件事 老美無論是產能 以至移民偵察 等等等等 為了選舉 有很多事情 都向一些 好選票為主 的一些方向去走 所以千萬不要再跟我說 哎呀 為了民生 為了什麼 那些 要搞這些投票制度 記住 投票制度 民主還民主 搞清楚 是啊 千萬不要變成巴布偉 哈哈哈哈 大家明白的 好啦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短短的做一集 感謝大家支持 記得訂閱港理台 和帶他上去的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看廣告 拜拜 拜拜